字幕制作人 字幕 李宗盛 今天來到K.R. 我們在這邊吃這個 這間餐廳叫集米淵 它是一個泰國餐 今天Vlog可能會短一點 因為主要是來拍今天晚上吃的食物 那些人特別多,我第一次來是要拿號碼才可以進來的 它裡面那邊是Aircon 然后旁边那边哦,这个自称门后面那边也是像这样子,坐外面的 所以还有坐外面,然后里面Aircon,然后外面 然后这里是主要是泰国餐啦,然后BBQ啊那样子 在大路边,然后今天全部满的完 然后其实你看那边,那边是有包厢那样子的 就是一间房间,然后全部有的吃在里面 然后如果你坐在里面哦 它上面有那个电视机,每天会播那种泰国歌 以前这里哦,是很旧很旧很旧的那种店 可是现在它变成,装修到变美了 来到这里哦,这里还没有卖酒,它就是卖水 然后妹妹又order了一个奶茶,然后泰国奶茶 茶烟,这个是沙梨,叫一个这样子就20块钱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share来喝 泰国奶茶茶烟,没有得去泰国在那边喝 看起来很甜,不懂会不会很甜 喝喝看 诶,还好诶,不是很甜,诶,不会很甜诶 我以为很甜 那我们订了一个炒饭 然后一个黄梨炒饭 还有一个螃蟹,哇,这个螃蟹其实我们有点吓到 诶,这个啦啦刚的 这螃蟹是 咸蛋螃蟹 这一只就半kg了 今天1kg是118 你可以买1kg,然后把它弄成两个口味 所以我们把它弄成两个口味 一个是 咸蛋的,然后一个是黑胡椒 还有这个是喇喇,喇喇蒸 这个我超爱 这个真的很好吃,好像酸酸辣辣这样子 然后你吃那个喇喇的时候,你还可以喝那个汤 现在咯,我们这个时代是电话先吃,所以人才可以吃食物 然后我们也有 order这个Tom Yum 它Tom Yum也是很好喝 你看这个螃蟹,我们半kg拿来煮咸蛋,半kg我们来煮黑胡椒 哇,很多,我们5个人吃的完了 这个咯,是有炸粿,他们泰国有炸粿 这样子炸的,然后拿一点跟鸭鸭吃 超好吃的,这个 这是我蛮喜欢吃的鸭鸭鸭,像零食这样子来吃 今天我们就每一样叫一些小鸭鸭 这样每个人都可以share来吃 每个人都可以try不同的味道 夹螃蟹,好吃吗? 嗯,螃蟹很新鲜 我一口咬去就是新鲜味的 而且很大致 嗯,很大 这是咸蛋螃蟹 等下鸭鸭鸭不懂会不会很辣 感觉咸蛋比鸭鸭比较大致 可是不甜可以try不同口味也不错 我要try这个鸭鸭鸭,你看这个鸭鸭鸭,哇,很大致 很美,而且很新鲜的它的肉 有机会你们要来try一下,真的不错吃的 你看一下子包整个空到完了 哇,这个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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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鲜蛋的鲜公 这个我妈讲很好吃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吃了一下 我觉得两个都蛮好吃的 这个也是好吃 这个也是好吃 建议你们下一次要来吃 可以来这边吃 蛮好吃的 吃完了全部 没想到真的是吃到完 我爸讲很好吃 我妈也是讲很好吃 赞啊 下一次在那边来吃 下一次晚上回了 旁边那边是有BBQ的 就是那种Grill啊 你要吃烤螃蟹啊 烤西汗也是有在这边 旁边这里哦 他这里哦 旁边这里哦 他也是有卖好像烧烤这样子的 你可以烧螃蟹啊 西汗啊 鱼啊 就是BBQ这样子也是蛮好吃的 这样你就可以吃到那个 食物的颜值颜味 这个Jimmy and Nong 台BBQ 下次想try也可以来try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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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